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走入万千寻常人家 历经人生 百般风味 渐行渐远的乡村人 时时回首 那一抹熟悉味道 味蕾书写 对乡的向往 醉食那一味 融入各种食材 成为造就巴与香味的关键 晒酱 六月的娇阳醉酱 杜瓣酱在土缸里 呈现出诱人的红褐色 翻山豆瓣 起码都要晒到四十斤到五十斤 才能够成熟 像这种大的杆子 一颗大杆子 要装到四到五百斤海椒 然后这个豆瓣要放到二十斤到二十五斤左右 才把鹅都调适得好 使起这个水肥晒干 没有水肥的果肉 那个豆瓣辣成香 原料以蚕豆黄豆为主 服饮辣椒 香油 食盐等 适时翻刚 为鲜美味道增添动力 剩下的一切 卷交赋予微小分子的碰撞与酝酿 乡村人的味觉记忆 被回甘的辣机活 豆瓣酱在火锅底料中散发独特美丽 一勺调味 是乡村人 心中不可或缺的那一味 料的不同运用 创造出别样风味 大老二老豆腐鱼 源自巴鱼大地东南部 炒料 注水 煮至红亮汤汁 放入鱼与豆腐 冒着热气的豆腐鱼 新鲜除锅 豆瓣酱独特的辣味 为鱼与豆腐点睛 乡村人的记忆 也因此被唤醒 当配角遇上新的主人公 会制造出怎样的精彩 豆瓣遇见劲道牛肉 酱香 渗透肉的每一个细胞 焯肉 加油 放入调料 翻炒入味 一碗蓬水 碗碗牛肉 成为乡村人的 至爱美味 不足为奇的豆瓣酱 是乡村人 最亲密的日常陪伴 紧紧一味调料 却是人们生活中的重要角色 味道之中 满载乡野生活的淳朴气息 最是那一味 是乡村人 历经百味生活 在离乡万里之外 依然 能够回忆起的熟悉味道 香丑的本真 是巴鱼人 味蕾上 跳动的答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